自己深入下去 因为无论如何我们讲 你要学习一门外语 语言环境非常重要 而且法律英语是一个需要 长期不断的一个历练 锻炼的一个过程 我们讲legal writing 今天我可能讲的主要的 听说读写里面的内容 会讲一个写的过程 就是一个writing的内容 那writing的内容又分很多 合同的writing 或者说我们说诉讼文书的writing 包括一个最常用的 memo法律意见书的writing 我今天讲的就是一个 法律意见书的writing的内容 那么如果说 加莱有机会出国的话 那么大家就会受到一个 非常系统的 很好的法律英语写作 包括相关学习的一个教育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刚去新加坡的话 一开始的一门课 就是一个legal writing 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 对于legal writing的一个写作 是真正的受益蛮大的 可能那个课程时间不长 但是呢 却是我这个十年来 一直沿用的一个思路 包括我写中文的法律意见书 我都会参考 那个时候所学到的 英语的法律意见书的一个格式 或者思路来写 所以说呢 我觉得对于一些 法学院的这些同学们 或者说是一些出入职场的 法律新人们 对于法律英语感兴趣的话 可以做一个抛砖引玉的 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就 边讲边聊吧 好 那么我今天的内容呢 就包括两部分 一个呢 就是法律英语的一些学习的要点 那么总归 语言 无非是听说读写 我先简单地讲一下 听说或者说读 这方面的一个内容 写是我们等一会儿 今天具体要讲的 一部分的内容 另外呢 再给大家一些 英语学习方面的一个建议 那么先来讲听吧 听的话 那么我们就直接结合到 我们工作场景中的 需要来听的一些场景 来讲这个问题了 那么听力 听力的话呢 一旦你进入到律师事务所 或者你进一些外资公司 去担任法务啊 或者一些相关职务的时候 听那这个是第一步 其实也是最基本的 但是呢 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系统的接受过法律英语或者说是英语这个学习 这个一些法学生啊或者说律师来讲挑战还是很大的 你靠自己去参加一些考试 参加一些托福啊 或者说雅思的这些考试我觉得还不足以应付 整个工作场景中对于听力的一个要求 因为为什么 这个会碰到很多你没有办法预见到的一个情况 比方说电话会议 电话会议里面就会碰到很多问题啊 第一 可能信号不清楚 那个里面有很多杂音 那没有办法啊 大家都约好了 你必须把这个会开下去啊 在这个时候不可能像你参加雅思或者托福考试 整个的听力 没有任何的杂音 很清楚 对吗 没有人会帮你排除掉这些问题的 可能对方如果说讲的不是很清楚 或者讲的很快 你是不是能够及时地去把握 另外还有对方的原因 因为我们有接触过 我记得好像是两三年前嘛 我们做过一个美国的 也是一个500强企业的一个收购的一个项目 然后呢 那个家族企业的老总是个老爷爷 80多岁了 然后呢 亲自跑到上海来 我们也见过面 那他如果不过来呢 就会通过电话录音 电话会议来进行一个会谈 他年纪大了 所以说他这个口齿不清楚 我们讲这个说话 其实就有点舌头不是那么的活络 我们讲 所以呢 这个讲话是 你听上去就会觉得非常的艰难 但是怎么办呢 没办法 你必须要听下去 那么这个过程呢 其实我说实话 一开始他和我讲 我有很多东西我也没有办法 马上就能反应过来 当然还有其他的人在他旁边可以做一些补充 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呢 对方他不是纯正的 native的 或者说不是那种美国或者英国那些 我们比较习惯的美英或者英英的那些国家 印度人 那我也有客户是印度人 对吗 还有德国人 法国人 他们的这些英语啊 我们先讲印度人 英语是很好的 但是呢口音非常非常的重 你如果不去长时间的和他们进行一个 这个沟通交流的话 一上来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握他们讲的一个内容 德国人口音也蛮重 法国人 法国人也有口音 但是法国人的英语并不好 并不像印度人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国家 他是把那个英文作为官方语言 法国人的英语会讲 但是其实并不好 也有很重的一个口音 那么你还是要去交流 还是要把事情弄清楚 所以呢 你这个场景中电话会议 就会碰到很多的问题 那么 嗯 大家在锻炼的时候 就要找到各种各样的渠道 来提高自己的听力了 而不光是 仅仅满足于说 我去参加一个考试 因为考试的话 条件太好了 可能现实中碰到的问题 各种各样 你措手不及的 所以呢 可以参加多认识一些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或者律师同仁啊 法学生啊 这样的去进行一个交流 那么我是第一个场景就是听的场景电话会议 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 呃 就是一个谈判或者会谈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中国律师来讲 挑战也很大了 嗯 这个谈判过程当中 呃 有可能我们的客户或者对方的这些呃 当事人会带翻译 但也有可能不带 呃 这个你没有 你作为律师 你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些问题的 当然你可以提前讲 啊 你说最好安排一个翻译会怎么样 那如果别人觉得你是涉外律师 你应该是听得懂的 你为什么还要我找一个翻译呢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知道对你的这方面的英语的要求会很高 因为为什么 在会谈或者谈判的过程当中 第一 你有可能直接就给他们做翻译了 那我们参加一些呃 外资并购啊 或者一些谈判的过程当中 双方 那么都是外国人 也有可能几方 三方 两方是外国人 一方是中国人 这个也有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要帮他们做翻译 然后翻译的同时 你还要参与到他们的谈判中去 他们马上就会问你 哎 这个点怎么样解决 法律上是怎么样规定的 或者说 你就直接代表他们在进行一些谈判 那么这个过程对于你律师的一个 呃 外语水平的素养的要求 应该讲是非常高的 那么不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 我觉得是蛮难应付这样的一个场合的 但是如果说大家有决心要去做一个 涉外律师 那也只能呃 一点点的去锻炼 当然在锻炼的前期会遭到很多的挫折 那么先跟着老板吧 然后先做一些简单的 会议的记录 做一些 然后渐渐的做翻译 然后呢 再逐渐的参与到一些 嗯 案件呢 或者一些项目的 呃 细节的环节当中去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你 如果说 让你的老板 让你做一个呃 会议记要 这个你能做好吗 哎 我原来以为这个事情其实并不复杂 但是呢 好像在 我代教学生 包括一些律师助理 在工作过程当中发现 有问题 很难 好像一上来就有律师助理 可以把会议纪要 做得非常的完整准确 就说可能他们并不太理解 商业上的问题 还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那这个就要你下很大的功夫 赶快这个追上嗯 就是作为一个社外律师的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你首先你得听懂啊 明白大家在说什么 把整个的一个谈判会议的内容 要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场景 是一个谈判和会谈 第三个场景 那么这个要求就更高了 就是我们讲现在的涉外律师业务 呃 国际仲裁和争议解决 现在是很大的一块 那么因为我们国家的一带一路的项目啊 很多投资出去了 出去了一段时间之后 渐渐的各种争议就发生了 那么你去参加国际仲裁 包括一些诉讼 诉讼当然我们不能以律师身份出庭 但是我们可以旁听 那么我是旁听过一些案件的在英国 呃 那如果说呃 你坐在下面的话 你能听懂双方在谈什么吗 包括法官 有的时候我们听了一些案件 法官呃 比较简单的案件的话 法官是当场就做成 做出裁决的 那么 他的一个诉讼的程序 是不是可以理解 包括英国的话 他本身是比较传统的一个 一个诉讼的体系 他还有很多呃 诉讼的礼仪 或者说一些古的英语在那边 古英语 就是一些传统的一些表述 这些能不能很好的去把握 应该讲参与国际争议解决的 这些律师呃 英语的水平 应该讲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你参加国际仲裁 那么如果说双方约定 是以英文来仲裁的 那么 你能不能很好地表达 第二 你能不能很快地听清楚 对方在说什么 第三 你能不能很快地 呃 去理解 仲裁员 给你提出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讲 所有的对于英语的这个要求啊 在国际仲裁 或者真以解决过程当中 这个要求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一个 一个程度了 所以说呃 这一块真正能够去做的 我觉得在目前的中国法律市场上也是寥寥无几的 大部分情况下面可能都是中国律师 然后配合一个外国律师一起来做这个case 那么中国律师呢 做一些辅助性的 然后呢 做一些和客户沟通的一个工作 然后真正的出庭 还是由那个当地的local的这些 呃 英语 native英语的这些speaker 他们来讲 可能会更准确 因为你稍有不慎 你的一句话 或者你漏听了一句话 可能就会导致整个案件 呃 会发生一些问题 但是也看到过很多中国的律师 可以在这些国际仲裁啊 或者真一解决过程当中 非常熟练的运用呃 法律知识和英语技能的 那么这个呢 可能是需要在国外的律所待一段时间 才能达到这个这个水准的 所以呢 这个是我讲 听力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场景 那听力 好 那么 如果说 那肯定 有可能啊 大家可能会问啊 那在开会的时候 万一真的没听清楚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 第一 嗯 如果你是主办律师 不要羞怯于 去让对方重复 因为这很正常 因为对方也知道 你你尽管会说英文 但是你毕竟是中国人 他讲的东西 是不是能够理解 呃 这个我觉得对方应该是 嗯 可以 去 做一些重复的 所以如果真的没有听清楚 就大胆地打断他 不好意思 请你再重复一遍 我没有完全听清楚 好 但是你不能老是打断对方啊 好 说一句你说不好意思 没听清楚 甚至于说第二句 还是没听清楚 那我觉得这个场面就 挺尴尬了 对吧 那 嗯 怎么办呢 这个呢 还是有一些 可以后补的一个措施的 那么一般的 我们采用的一个方法 是第一个 那如果是你自己的客户啊 或者说是呃 对方客户也在场的话 先征求一下各方的意见 那么就说我们整个过程 我们想做一个录音 那如果说万一有什么疏漏的话 可以去呃 补听这些内容嘛 当然这个必须要征求各方的一个统一 那如果对方同意的话 你就可以录音 万一听不清楚 好 可以回去反复的再听 第二个 会议纪要 那会议纪要 其实也不光是社外业务了啊 无论什么样的一个会议谈判过程当中 作为律师 我们肯定是要做会议纪要的 一般这个工作是由律师助理 呃 来完成这个工作 同样的 那么在这些面对面的谈判 或者会谈过程当中 要形成会议纪录 那会议纪录呢 几种确认的方式 写完之后 你在写完之后 可以让各方来进行一个签署 啊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大家看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要那个查漏补缺的 这个有点像我们的停声笔录这样啊 看完庭之后 书记员会把停声笔录给你啊 查一下 你说的内容有没有什么漏点 有没有错漏的 那么让他们自己去补 如果不补的话 到时候将来有什么任何的争议 会议的问题 我们就以今天记录下来的这些内容为准 所以说呢 制作一个会议记录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补救的一个方法 第三 呃 事后 那么散会了 散会之后 或者说电话会议结束之后 一般呢 我的工作习惯呢 我相信很多律师都会有这个习惯 会给对方 各方参加会议的人发一个邮件 发一个邮件呢 就把我们刚才所有的这个 conference call里面讲的内容 重新再梳理一遍 或者说至少把要点全部都梳理一遍 就是说根据我们刚才 电话会议当中的一个内容 我们聊了以下几点的问题 那么谁是谁的观点是怎么样 谁是谁的观点怎么样 好 这个写完之后就给大家发过去 那发过去的话呢 将来如果说有什么真意内容 对你律师来讲也是一种保护 那么这个就是把当时的一个听的内容 把它来进行一个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就是听 那么怎么样来提高听的这个水平呢 相信大家读了那么多年书 学了那么多年英语 都有自己的一个方法 那么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呢 可能还是要多练习 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机会 把自己暴露在这么一个英语的 听力的环境当中 看电视啊 看英剧美剧啊 我觉得非常好啊 有很多这个我知道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 喜欢这些英美绿证剧 这些法律剧的这些朋友们 他的这个听力就会好很多 特别去听这些绿证剧 对吗 这个里面很多 但是会讲得很快 很多的法律术语 但是我觉得可能你如果对法律体系不了解的话 不太理解它里面讲的什么意思 你可以结合一些这个 就是电视剧里面的这些内容 然后重新翻开来去看 哎 美国的法律是这样的 从程序和实体上去了解这个法律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比方说陪审团制度 什么情况下面 美国的案件是要用陪审团的 对吧 你看了这个电视 你有兴趣的你就去查询啊 这方面内容我觉得信息能查到的途径还是很多的 你通过这个 而不是说我们看美剧看音剧 纯粹就是看挺好玩的 很刺激 这个男主角很帅 女主角很美 然后里面的情节很怎么样 我觉得作为一个律师或者法律 这个法学生 你如果想要真正做提高你的听力 或者法律英语水平的话 看完电视或者看电视之前 就要做很多准备了 对吧 那包括我挺喜欢的一个英剧 那个叫Silk 就是皇家律师嘛 这个里面 那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 什么是皇家律师啊 对吗 这个因为我当时也是带着这么一个好奇 去了英国 去英国伦敦学习的时候 我们就去了那些诉讼律师的 他们的一个办公场地 他们有好多个聚集的 像社区一样的这个地方 去了那个Pines Silk有一些场景的那个弄堂 有一个石地板 就是石板 石子 也不是石子吧 就一块块石头铺的那个路 那个女主角穿了双高跟鞋在上面走 我也走了一下 发现很痛苦 然后那边 你就可以去了解 整个的英国的这种 它的一个诉讼制度是什么样 皇家律师是什么 怎么样才能够变成皇家律师 要多少律师推荐 多少法官推荐 整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你才能够走到 你作为律师生涯的一个顶峰 所以我觉得那个电视还是很不错的 那么所以说呢 建议就是从程序和实体上 带着这些问题去看这些律证据 我觉得是更好对吧 然后的话呢 就是新闻 新闻也要看 因为新闻里面可能法律的专业术语不多 也会有 但是它会有很多商业的 或者说和国际一些贸易啊 经济啊 金融啊 这些有关的一些比较新的一些讲法 我觉得这一块要去实时地去听 那么给自己每天设定一个时间的要求 那么听听新闻 听听那个广播 我觉得都可以啊 那么接下去呢 就是实战啊 实战的话 有机会的话 还是要和外国人多聊天 那么总的来讲呢 就是创造一些机会 让自己多听 这个就是一个练习的一个过程 好 那么讲完听 我们来讲说 说的话 那么反正听完了 接下去就要轮到你讲了啊 讲的话呢 我自己的一个心得体会就是 一定要勇敢 要大胆 不要怕讲错 没有关系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如果不讲不讲 或者说你把 我后来和很多人聊过嘛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是十几年前参加的高级口译的考试 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 然后那个口试部分 我是一次就通过的 当然我觉得我的英语 好像讲和听或者翻译并没有那么好 有一些朋友 我觉得他们的英语非常非常好 那我就说 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有困难呢 或者说一次没有通过 或者怎么样 他们就告诉我 在说的过程当中呢 老是怕说错 脑子里面一直在组织 想要用最最精准的一个词 或者说最最准确的语法来表达 这样的话呢 你给别人讲出来的感觉 你就不流畅 就觉得你一直在想 一直在停顿 甚至于整个组织 句子就组织不好 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讲得很快 我脑子里面想到什么 我就讲什么 我不会去找 可能最好的那个词 我会找到比较准确 或者我第一就闪现出来的这个词 就去表达出来了 然后呢 你把这些词库 你的脑子里面 有一个这些语料库的嘛 你把这些词都存储进去之后 不停地用 不停地用 你就会越讲越快 所以说其实啊 说一定要勇敢 大胆地说 给自己创造各种机会去说 那么就拿我自己来讲 因为我也没有在国外工作过嘛 主要的整个的经历都是在国内的 那么 我给外国学生讲课 因为这个是从 大概已经讲了有六七年了吧 给法国学生讲课 用英语讲 然后呢 现在是在上市大 给一些国际留学生讲 然后呢 给交大的法学院和 复旦的法学院的这些 到中国来读 LM的这些国际学生也讲 那么都是用英语来讲的 那你就是给自己创造各种机会 也是来锻炼自己的口语吧 讲着讲着 你就能讲出来了 而且就是说我们讲 并不是说 一定要怎么样 先要会讲 敢讲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来优化 我们讲的这个内容 对吗 所以说呢 这个是我对于 英语的说这方面 怎么提高的一些心得 好 那么 还是我刚才讲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一个是练口语 但是口语呢 我觉得 现在好像会说英语的人 还挺多的 像小朋友英语 好得不得了 好像随便聊聊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并不觉得 这样子就可以满足于 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交流的水准 就可以结束 那仅仅是外国人 知道你在讲什么 但是是不是准确 是不是你到了国外 能够做一些更深入的交流 这完全不是一回事情的 所以呢 交流是练口语 练你的胆子 然后呢 做一些专题的一些英语的演讲 这个才能够让你的 这个英语的 这个讲的水平 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提高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那像一些演说啊 这个可以有机会的话 学校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个组织活动 可以要多参加一些 读国外的一些判例 因为我们知道 包括国外的一些成文的法条 那么这个阅读的难度 就会大大的上升 因为你要处理一个争议的话 或者就某一个事情 发表一个法律意见的话 你就要去找这方面的一个信息来读 然后呢 就是一个法律的 一个英语的合同 英语的合同 你的客户如果是外国客户 或者说是要从事一些 社外的这些贸易啊 投资啊 英语的合同 一定是少不了的 那合同怎么了 要来读 那么还有的就是一个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呢 可能要读别的律师 对方律师写的法律意见书 或者说读其他人 已经写过的法律意见书 这个也是要读的一些内容 那么除此之外呢 可能我们还要读一些中国的 这些翻译过的法条的英文版本 因为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是外国客户 就一个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一个事项 要求你律师来出去一个法律意见书 那么你的法律依据 就是我们中国的法律 中国的法律呢 里面有很多的一个翻译的版本 那么这个呢 我是建议大家 还是以官方的这个版本为准 因为我看过网上 一个法条有各种不同的版本 那么这个的话就有得翻的 还是不是非常的一个正规的 那这个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遭比较好的外国人能够更容易接受的 这么一个翻译的版本 去进行一个使用 当然也不要希望于 好像完全在国内的这个法条中 找到和国外法律对应的一些概念 这个是不可能一致的 大的 有一些方面是可以 有一样的概念 比方说要约 要约是一样的 对吗 国外叫offer 承诺 acceptance 我们也有承诺 但是合同成立的条件也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我上次应该有讲过了 因为法下的话 你要合同成立 还有一个consideration 但是我们国内是没有这个 约音的这个要求的 所以呢 不要试图去找到一对应的概念 尽量还是去把它理解出来 然后呢 去解释给客户听 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那这个就是读的内容 好 读的话呢 还有一些判例的一个阅读的技巧 这个的话 今天可能我们就不具体讲了 接下去我们来看写 那么写也是法律英语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我们做律师工作的话 很大量的都是一个文本的一个书写的一个工作 那么写 它适用的一个工作场景 有哪些呢 好 第一个就是我们邮件的一个通信网来 这个是最基本的 对吧 你和你的外国客户之间 要进行一个邮件的沟通 非常非常多 老外是最喜欢写邮件的 我们做这种非送业务 涉外 涉外业务的律师 好像收邮件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量 我看我很多做诉讼的这些律师 做国内业务的 他们基本上不太用这个 电子邮件 但是你做涉外的和非送的 哇 一天上百封的 几百封的这个邮件 大家就这个发来发去 就在那边收邮件 工作量非常大 那么邮件的书写就很重要 第二呢就是一个涉外的法律文书 涉外的法律文书呢也是在争议解决过程当中的 比方说一个国际仲裁的一个仲裁申请书啊 或者说需要提交给法院的相关的一个法律意见书啊 搭辩状啊 这些文件 对吧 那么第三个就是最最最最最常见的 也是律师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业务 法律意见书 那么这个法律意见书是我今天讲的一个重点 我们等一会儿会具体的来看 第四个写就是英文合同 英文合同的话呢 那么律师要负责去草拟去修改去审核 那这个里面都涉及到 然后书写英文合同的一些问题 这个也不是今天主要讲的一个内容了 好 那么写作的内容 刚才已经讲过了 可能还涉及到除刚才讲的之外 还有一些工作报告啊 包括我刚才讲的会议纪要 对吗 会议纪要这些内容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今天具体要讲的一个写的方面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内容 法律意见书 那么首先啊 我自己觉得我们中国的一个法学教育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啊 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对于法律文书的一个写作 它的一个重视度并不是非常的高 好像考试的时候说写一个 写一个起诉状 写一个那个民事起诉状或者说是刑事起诉书 这个就算格式差不多 内容也差不多 好像就就就就课程就通过了 很少有来在法学院里面教学生来写法律意见书的 因为可能那个学校的老师如果没有从事过那个律师实务工作也不知道怎么写法律意见书 但是这个和英美法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英美法的教育当中 法律意见书的书写是他们的重要的一个课程 那么他们在本科阶段就是结底的这个阶段就会进行大量的法律意见书的书写的训练 那么我接触过很多国外的这些法学院的学生 他们一毕业到律所基本上就能上手一些法律意见书了 那这个和我们的这个法学院毕业之后到律所的一个衔接就差 就有一些差距 那么我自己是有这个感受的 那么我这里就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自己多花精力在这个上面 那么这样的话将来如果有机会去律所工作 一下子就可以上手知道怎么来写这个法律意见书了 法律意见书我们讲呢 把它分成两大类的一个内容 第一类呢是内部的法律意见书 第二类呢是外部的法律意见书 那么他们的这个读者或者受众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内部的法律意见书通常是指 你进了律所 你的老板合伙人扔给你写的一个任务 memo 这个我们刚进律所 一进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老板说你把某某什么什么一个问题给我检索一下 然后写个memo给我 那这种还是很简单的 做法律检索的memo还是简单的 比较复杂的就是对一个项目的一个合法性 包括具体操作写一个法律检索 那么这是内部法律检索 一个是你老板要求你写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写给你的客户看的一个法律意见书 那么就是就客户咨询那些问题提供一个具体的系统性的法律意见 法律意见书不能乱写的 我们都知道写了乱写发生偏差之后 给了一些错误的建议或者说疏漏的话 这个是要被追责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在资本市场 或者说一些涉外的这些领域的话 如果说律师在出具法律检索过程当中有偏差 那么这个时候赔偿起来 你可能律师费才收了没多少 但是赔偿起来就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 特别是在美国这种地方 所以法律意见书是我们需要非常的严谨地去对待的一项工作 那么外部法律意见书是读者是谁呢 通常都是一些法院啊仲裁院啊 包括对方当事人 也就是说是对外的一个法律意见书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来逐个的看一下这个法律意见书的一些写作的要点 好 我们先来讲内部的法律意见书 内部的法律意见书写给你老板看的 核心是什么呢 实事成事 这个非常的重要 客观性 因为为什么 这个我们自家人不说两家话了 你这个事情必须把它的头头为尾分析得清清楚楚 因为一旦有偏差 你这个不是在帮你老板 就是在害你老板了 老板拿着你写的法律意见书 哎 看这不错嘛 对我们挺有利的嘛 哎 我们也不需要做什么工作嘛 到时候出了问题谁负责 所以说呢一定要实事求是客观 要全面 那么这个 嗯 就是对这个写法律意见书的人提出了一些要求了 第一 你必须对案件所涉及的事实和相关的法律了如指掌 那么对于事实的了解 怎么样来了解呢 两个字 勤勉 不停地阅读相关的案件的事实的材料 只有这样你反复地看 反复地读 每一个细节多读几遍都记住了 这个才能算了如指掌 哎 老板一提到这个点 哦 这个合同条款 你脑子里马上就能反应出来 翻都不翻 哦 第几条 第几款 规定了什么什么 这个就叫对事实的了如指掌 那么对事实的了如指掌 你靠你自己多花时间看 我觉得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看你是不是勤勉 那么对法律的了如指掌呢 这个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了 因为你必须要找到你所设的这些法律事实 它对应要适用的法律的内容 这个呢 可能也需要几年的锻炼 才能够完全找准那个法律的条款的内容 进行一个适用 第二 那么对于你方的主张 有客观的一个分析 客观的分析就是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分析 不带你个人感情的一个分析 对吗 我们知道做法律 做律师 你必须保持一个冷静 客观和严谨 甚至于有人说是很冷酷无情的 这个也很正常 对吗 我们的热情都是放在里面的 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 必须是要很客观地来分析一些事实 而不受当事人的一个影响 很简单嘛 当事人到这里来找你 总觉得自己是受了委屈的 哪怕是商业上 总会把所有的责任 往对方当事人身上推 往其他第三方身上推 反正有其他人能背锅 尽量自己不背锅 这个就是当事人的一个想法 我反正没错 我哪怕有错 也是因为谁是谁的原因 这个是所有的当事人都是这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面 你要保持一个冷静的一个头脑 对你的主张有客观的分析 第三 对于你主张的 对于你的一些主张 是有事实 有实事求是的一个判断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当事人提出来的要求 他会问你律师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 我这个案子是不是会胜诉 我怎么样来实现我的这些诉求 你要有一个判断 对吗 第四 就是要预判 裁判机构可能会做出的判决 这个的话可能对于律师的素养要求更高了 但是这是一个目标 这个我们所有做争议解决 或者诉讼的律师 他一定会有一个预判在里面的 那么你预判的越准 那么客户对你的信任度会越高 那么这个是写法律意见书的基本的一个需求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刚才讲到写内部法律意见书的核心 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分析 那我给大家举两个英文表述的例子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例子 The majority of states consider surrogate motherhood unlawful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not so considered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大部分的国家都认为 代孕母亲是非法的 美国和一些欧洲的国家 并不这么认为 也就是他们认为是合法的 这句话很简单啊 同样的意思 我们用第二的这句话来表述出来 Even though a majority of states have considered surrogate motherhood unlawful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willfully ignored its social ramification and embrace it without qualification 什么意思啊 可以看到这句话比第一句话复杂很多 但同时表达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读了第二句话的感受是什么 这两句话哪一句更加的客观直接呢 毫无疑问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很简单的告诉你 美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认为 代孕母亲是合法的 他们并不认为这个是不合法的 第二句话呢 开始绕了 尽管大部分的国家认为 代孕母亲是非法的 但是美国和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 就是忽略了他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后果 然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么一个 代孕母亲的这么一个社会现象吧 这句话的表述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这个作者所带有的一个主观的倾向 他的倾向就是认为 代孕母亲这件事情是不合法的 为什么你们美国和其他欧洲的国家 会去接受这么一个事情 认为给他一个合法的法律效力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作者 他其实很不情愿地做了这么一个结论 那么这样的一个表述 在我们写法律意见书当中 就会认为是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 并不怎么客观的一个表述 是不建议采用的一个表述 好我们继续讲下去 下去我们来看一个内部法律意见书的一个结构 这个是比较技巧性的一些问题的 那么一共呢分成七个部分 七个部分 好有人会问 这是不是必须要这样子写的 那么应该讲 基本上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 就是这么写的 因为英美的法学院里面 交出来的学生们 就是这么写法律意见书的 那么他们法学院出来的以后 做了律师检察官法官 那么因为都是法学院一号系统里面出来的 所以他的法律意见书就是这个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呢 我觉得很好 因为你用了这个结构之后 你写法律意见书会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 整个法律意见书是heading 它的一个抬头部分 就是这个是格式化的一个内容 就是由一个大队首页 会有这么一个表格也好 你自己做的抬头也好 那么把这个一些内容写上去 抬头里面写哪些内容呢 第一个是标题 我们就写 如果是一个内部的法律意见书 就写一个office memo 写在中间 剧中 然后呢 再写什么呢 memo要递交的对象 to 冒号某某人 比如说to 省进 豆号partner 给省进 from 从谁谁谁 作者是谁 某某人 豆号 junior associator senior associator 写好自己的职务名字 然后呢 assignment date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收到了这个要写法律意见书的任务的一个时间 那么写一下 几月几号写上去的 submission date 再写一个提交的时间 那么时间一写好 你的老板 你的上级一看 哦 写得蛮快的 看看内容怎么样 如果内容写得友好 心里面对你是充满肯定的 这个律师助理写的memo又快又好 对吧 这个时间就有了 然后呢 如果说是一个诉讼的案件 那么要写一下case 某某方 v.某某方 那么谁谁谁和对方的当事人是什么 飞送的话 那么可以写一下客户的名称 如果说是诉讼的话 涉及到一些案卷的一个这个编号 那么可以写一下内部的案卷的编号 再写一下那个法院或者仲裁委那边 发的一个案件的一个编号 那么这样就很清晰了 最后呢 是写这个memo的一个题目 题数什么什么 就是英文里面就是re 冒号 然后呢 先解一下 就是就某某某某事项出具的一个法律结束 然后这个 这就是大概的一个heading的一个内容 第二部分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一个事实的一个陈述 事实的陈述呢 应该讲是整个memo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了 因为一旦你的事实陈述都有偏差 你怎么确保你的法律分析没有偏差呢 应该说一定会有偏差 那么它的难度也很大 因为为什么呢 可能当事人给你的一个事实的陈述 一大堆的材料 各种各样的材料 那么你必须在这些材料和信息当中 找出相关的一个法律事实 我们讲是法律事实 那么什么是法律事实呢 也就是说可以产生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 或者说产生争议的这些事实 而不是一些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事实 当然有很多时候啊 有些法律事实就是隐藏在那些被你忽略掉的杂七杂八的文件当中的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讲座律师很辛苦的 主要就是因为要时刻保持一个勤勉 谨慎的一个态度在这边 那么法律事实里面呢 我们又把它分成两大类 一种叫做重要的法律事实 一种叫做背景事实 那么重要的法律事实就是直接可以指向一定的法律关系 产生法律后果的一个法律事实 背景事实是什么呢 它可能本身并不会产生这个法律后果 或权利业务关系 但是它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整个事情的一个经过 那么在事实陈述方面呢 我们必须要掌握四个原则 第一必须简洁 我们讲英文里面叫concise 全面 comprehensive 准确 accurate 并且富有条理 logical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梳理事实当中的四个基本的一个要点 好 那么 这个是事实的一个陈述 那么事实的陈述的话 我们等一会儿接下去我还会具体讲 我先把这七个部分大致地讲一下 第三个内容就是一个案件争议焦点的一个陈述 statement of issues 那么对于这个issue的归纳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大家对于一些诉讼啊或者争议解决有兴趣的话 或者参加过一些庭审 大家都会看到双方当事人制证完毕之后 接下去法官就会来归纳和总结争议焦点 然后让大家进入到辩论环节 那么这个好像我们在庭审过程当中中国的法官和仲裁员做的会比较多 但是实际上呢 在国外的话呢 律师在提交自己的意见过程当中是要把自己的一个memo交给法院的 你觉得争议焦点有哪些 你的法律意见是什么 那这个是一个争议焦点的归纳 第四部分我们叫一个简短的回答 short answer short answer是针对什么呢 就是针对这些争议焦点 short answer的很简单 就是很简单的讲一下yes或者no 然后呢 减述一下理由 那么第五部分就是一个applicable law 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事件所适用的一个法律 哪些法律是要被应用上去的 那在国外的话 英美法下可能就是哪些判例要用上去了 好 第六部分也就是整个法律预见书中最核心的部分了 叫讨论的部分discussion 那么讨论的部分呢 又分了四个小部分 我们叫简称叫Iraq I-R-C I-R-A-C 对 I-R-A-C I是什么呢 I就是issue R是什么呢 R是rule 就是那个规则 A是什么呢 A是analysis 分析 C是什么呢 C是conclusion 所以说呢 在discussion里面 就每一个我们在第三部分提到的这些issue 还要做一个更加细化的一个探讨 所以整个法律预见书当中最核心的内容全部都在discussion里面 好 最后一部分就是一个conclusion and recommendation 或者说advice 最后一部分你就要就全文进行一个归纳和总结 并且提出你的一个建议 那么这个就是法律预见书的一个结构分七部分的内容 我们来逐项的看一下 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是一个heading heading要包含的内容 就是这些 事实上的一个陈述 刚才也已经讲过了 要找出法律的事实 那么要点就是要简明 要全面 要准确 要有条理性 好 那么背景事实 刚才也讲过了 是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整个案件的事实 那么要判断哪些是相关的法律事实 你就有一个前提 你要知道相关的一个法律 否则你都不知道这个法律上怎么规定的 你如何倒推出这个事实 是可能引起法律上的权利义务 或者争议的一个事实呢 所以说呢 精通法律是一个基础 然后呢 要学会一个对比和比较 在复杂的事实中进行一个筛选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 就是关于事实的一个 陈述的一个要点 那么一般来讲啊 我们在陈述事实的时候 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呢 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陈述 那么就比方说 我看我这边有没有写啊 那对 列举了两种方式啊 第一种叫时间列举式 它就很简单 它完全就是以时间作为一个导线 把所有的事实列举出来的 比方说 on December 7th 天津某某公司 email了上海某某公司 好 on December 15th 到了15号 respondent faxed claimant a purchase order 然后这个被告给原告又发了 传真了一份采购的一个订单 好 到了27号又怎么怎么样 就是说它所有的一个事实的罗列 都是按照时间来罗列 我本人很喜欢这种方式 因为我觉得非常的清楚 你在后期的争议解决过程当中啊 你要翻到这个材料 你只要找到那个时间点 你就能够找到了 那么这是一种罗列事实的一个方式 第二种方式叫做陈述式 陈述式就是像写故事一样的 在几几年几月几号的时候 天津公司它怎么怎么样了 之后呢双方又通过电话会议啊 怎么怎么样 八天之后 被告呢给原告又传真了一个什么什么样 接下去他们怎么怎么样 就像讲故事一样的 混在了整个的内容里面 对吗 这个也是一种陈述事实的一个方式 那么反正看个人旗号了 核心就是必须把一些重要的法律事实 把它罗列出来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列举是更好一些 好 我们接下去看下去啊 那么讲完了事实的部分 我们来看对于案件争议焦点陈述的 这个内容 就是这个事情啊 当事人委托给你之后 你能不能马上就抓出 双方的一个焦点在什么地方 这个对于你法律的一个功底 那个就是你的一个功底的一个考验 也是非常要求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讲啊 焦点事实就是issue 一般有两大类 第一类呢叫做事实焦点 就是关于这个事件 到底事实是不是存在 以及如何发生 所发生的一个正义 也就是说 你的当事人说有这件事情 对方当事人说没有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事实上的一个焦点 那事实上的焦点用什么来证明呢 我们讲一般就是通过一些证据来证明 那么这个是事实上的一个焦点 法律上的焦点 好 法律上的焦点是指 事实已经很明确了 是有这么一个行为 但是呢我方当事人认为 我们是合法的 但是对方当事人或者法院人 有可能其他的一个第三方认为 这个是不合法的 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那么为什么他们也能说自己的理由 我们也有自己的理由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对于法律规定 以及如何适用法律 所引起的一个争议 所以呢这是两大部分的一个争议 好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争议的焦点的陈述 怎么样来写 这个也是有固定格式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写法律意见书实际上套路很深的 格式都有的 但是关键就是你怎么样把这些内容 把它很好的填入进去 或者说有了很好的格式 你怎么样让这些格式有灵魂吧 我们把这些血肉要填充进去 这样的话这就是一份非常好的一个法律研书了 那么焦点问题的陈述 必须是用疑问句的形式 它绝对不是一个陈述句 它一定是一个问题 一般问题怎么开头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旁边我举的一个例子 whether under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 a US citizen may apply to an English court for a worldwide marivere injunction to restrict a Chinese joint venture operating solely within China 看到没有这是一个格式 就是whether怎么怎么样 打个问号 是否怎么怎么样 那么它的一个要素是三点 第一 在什么样的法律规定下 我们看这个例子 whether都好 under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 在国际司法协助的这个操作下 就是说它有一个大的匡定的范围 在什么样的法律规定下 第二个要素就是根据何种继承的法律事实 这个已经是没有争议的一个事实了 一个美国公民是不是可以向英国的法庭来申请一个禁令 来限制中国的一个合资企业 那么这个是一个继承的法律事实 第三是是否应该产生谋依法律后果 那么我刚才讲的这句话里面已经包含了这三个要素了 所以说这个issue它的一个陈述是有自己的套路了 我们看一下 除了这个whether怎么怎么样 有一个逗号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个表述 也可以采用and 就是我不要whether了 我就直接and在什么什么法下 比如说在英国法下 这么多个行为是否会怎么怎么样 这就是一个issue的一个表述的一个问题 好 那么看完这个表述 接下去我们还是要回到 如何提炼案件的一个焦点上面 这个就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你要知道当事人他希望适用 或者说我们律师认为应该适用的法律关系 然后呢根据法律关系确定一个适用的法律 那么法律关系确定下来之后 才能够更好的去提炼案件的焦点 比方说有一家外资公司来咨询你了 我想收购一家中国的国有企业 那么听到这个问题之后 你作为一个律师 马上跳出来的 就是这么一个行为 我可能会适用的一个法律是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 好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公司买卖的法律关系了 而这种关系至少应该是受到 公司法和相关配套 法规的一个调整 对吧 这就是一个大的框架了 那么第二步 明白了适用的法律之后 就可以结合当事人的目的 开始归纳法律的一个焦点 好 那么我们看 那么 法律的焦点 先要找到适用的法律 那么找到适用的法律 怎么找法 怎么找能不漏掉 更加全面一些 那么一般来讲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纵向的找 什么叫做纵向的找呢 从上往下找 那么我们可以按照法律的渊源的层次高低来找 那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立法体系最高的是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制定的一个法律 那么与法律相关 接下去是与和法律相关的司法解释 然后是国务院的法规 部门规章 地方人大制定的这个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顺序 我们按照这个纵向上的法律渊源的高低来把可能会适用的这些法律法规全部要找出来 那么就与刚才这个例子啊 外资公司要收购国有企业会涉及到的这些法律 第二种找法 其实这两种找法应该是同时进行的 先纵向上的找 然后呢 再横向上的找 横向上怎么找法 那么根据这个法律关系 所设的不同部门法来进行研究 那么我们讲这是一个收购的法律关系啊 那么它会涉及到的哪些法律规定 公司的一个买卖 公司法 还有它的配套的规定 国有企业 我要收购国有企业 那肯定有国有资产的问题了 那么国有资产的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三 外资收购 那么就有外资企业准入的问题了 对吧 你的这些 那个经营范围 是不是符合我们国家外资准入的一个规定 好 然后呢 是你钱要收购 对吧 钱要进来 外汇交易的问题 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融资 还有融资的问题 那如果收购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话 里面有几万几十万员工的话 是不是还有劳动人士的问题 如果是生产型的企业 是不是还有环境保护等等等等的问题 所以说呢 这个覆盖的面就会非常非常的广 那么这个就是纵向和横向上 一起来找相关的法律法规 那么找到适用的法律法规之后呢 我们再开始进行一个法律焦点的一个归纳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做到一个全面性 必须把所有可能性都考虑到 为什么我们讲律师这个职业很辛苦 很多男律师做到后面头发都掉了 大家都看过这种新闻 因为你必须要确保你的全面准确 漏了一点点都有可能导致整个项目 没有办法正常操作下去 特别是一些大的项目 上百亿的这种项目 你一个律师 你怎么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 第二个 在写作过程当中 往往就会发现 已经设定的案件焦点 好像有错误或者偏差 那么这个就需要及时地进行一个修正 一开始以为这个问题涉及到的是一个某个部门法 研究着研究着发现不是这个部门法 应该是其他的部门法 然后呢第三个 整个的写作过程当中要注意 尽量使用动词 然后呢语气是客观中立的 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 争议焦点的一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看 这个整个法律件书里面的 应该是第四部分吧 是short answer 简要回答 简要回答就是针对这些争议焦点 你直接就写yes或者no 然后加一两句话 说明理由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 下面一个呢 就是一个适用的法律 或者说是案例 如果是要写一些 社外的这些法律件书的话 那么就要援引大量的 国外的这些案例了 那么 四五六 第六个部分呢 是一个discussion的部分 discussion的部分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刚才讲到的一个irac 就是irac 就是这里的 issue rule application conclusion 这个也是最挑战你 分析能力的一个环节了 issue我们刚才已经整理出了 出来了 rule是什么呢 rule其实是案例法下的一些概念 也就是说要求你啊 在一个法官已经做的判例里面 把它对于某一个事实 适用的法律的规则 全部提炼出来 然后呢 application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application就更难了 也就是说 把你提炼出来的这个规则 和你之前写的事实部分 进行一个适用 进行比较 因为这个英美法下的这个判例啊 它的如 适用的事实 可能和你这边发生的事实 是很接近的 但不可能完全相同 所以呢 你就要进行一个比较 哎 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里面的如 是怎么样的 我的这个事实 又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的事实 和它的不同的部分 在怎么样 那么有可能 第一个如 我只能试用一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案例当中的 第二个如 我也试用一部分 最后你得出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 这个application 是对法律与事实 结合紧密度最高的一个环节 要求你不停地把这些 已经有的规则 和你现有的事实 进行一个比较和融合的过程 最终你得出来一个结论 所以这个里面是有一定的 我们讲我们学法律 都是带着铁铐在跳舞的 application 我觉得就是带着铁铐在跳舞 你既可以有自己的一些 主观上的一个能动性的 创造的一些思维在里面 同时你又受制于 已经形成的一个 判立法当中的一个规则 这些入了 所以说这个也是最精彩的部分了 那么application结束之后呢 接下去就是写一个conclusion 那么把你总结出来的 这个结论做一个小结 那么这个就是discussion 好 那么在写discussion的时候呢 我们讲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整个的法律意见书当中 还有一个short answer 对吗 short answer就是对issue 做的一个简单的yes or no 那么我们最终的整个 偏尾的一个conclusion 是不可以成为一个short answer的翻版 或者简单重复的 因为这两者还是有差别的 那么结尾处的conclusion 其实是对于整个案件做出的一个总体的预测 比方说你要一个诉讼案一个争议啊 当事人来问你 我的这个顺速的可能性是多少 那么你的这个conclusion就要把你对于这个案件的判断 基本的一个判断要写在里面了 那么包括对当事人强项和弱项 以及顺速可能性做一个全面的总结 那么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 再给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而那个short answer是什么呢 它是针对每一个单个的一个争议焦点 做的一个简单的回答 它不成体系比较零碎 是部分性的一个法律意见 那么有了conclusion之后 接下去你就可以给建议了 那么建议部分呢 要求给出解决问题的观点和思路 而且必须是具体可行的 给的建议应该是明确的 直接的解明恶药的 比如说给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 to avoid litigation A company shouldn't discharge Mr. Wong 这个就很简单明了了 为了避免诉讼 A公司不应该解雇王先生 这个劳动争议啊 这和我们碰的非常多的啊 要不要去解除它 是不是构成在国内的话 我的很多那个外资的这些顾问单位 经常来问啊 我们想要把人开掉了 能不能开 那我们就要给他分析了 你有没有足够的理由去开它 是不是构成严重危机 好 你的员工手册上是怎么规定的 我们就要给他分析 你整个的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合法 如果最后得出来结论 你这个案子交到劳动仲裁或法院这边 败诉可能性很大的话 那么就会给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么就非常的明确 不建议你去解雇这个人 好 那么我们来看 建议的话怎么样来给 一般来讲呢 就包括这五部分的一个内容 第一种就是 What do you recommend as a result of the analysis and the conclusion you have presented 那么就是说你建议一种 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作为一个分析的结果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第二个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next steps 就是你作为律师 你觉得啊 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 哪怕是对我们当时很不利 那你接下去有什么步骤 第三 Should there be a suit be fired 是不是要起诉 第四 Should the further investigation be undertaken 是不是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第五 Should the further research be taken 是不是还要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索 那么一般呢 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 来给出一个答案 那么这个就是 conclusion和recommendation 那么呢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内部法律意见书的 一个撰写的一个问题 这样去我们来看一下 外部的法律意见书 撰写过程当中 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那么外部法律意见书 它的一个读者和受众 不同于内部法律意见书 它是主要是用来说服 法院仲裁委和对方当事人的 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说服和感染力 总体的要求 第一 你这个行文的语气上 你就要非常的注意了 要唯唯道来 而不是咄咄逼人 因为为什么 特别是你要去说服 对方当事人 你如果语气非常的强势 一直在指责对方 你违约了 你不付钱啊 根据法律规定 你必须要付钱 那这个就不叫 法律意见书了 这个就叫律师函 请你收到多少天之后 立马支付 否则我们就起诉了 这个叫律师函 你现在是要说服对方 你已经违约了 那么根据什么什么规定 你违约了 然后违约之后呢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继续诉诉呢 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本 会对你有什么样的 这个不利的影响 因此呢 我们建议你怎么怎么样 对吧 唯唯道来 好像就是你是他请的律师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吗 因为本身 你这个 你为当事人 出一个法律件书 给对方当事人 对方当事人对你就已经 心存这个借地了 他分非常的 这个 有一点怎么样 忌讳的 对吗 不会非常的 去相信你讲的话 所以呢 你必须非常客观的 去写这个法律件书 对法院和仲裁 也是一样的 我们开过庭的人都知道的 你如果加了很多 律师啊 加了很多 这个主观色彩的一些表述 那法官仲裁员心里面会想 这个律师入戏太审了 不专业啊 对吗 我们只是 哎 呃 呃 唯唯道来的 客观的 陈述一些事实 并且适用一些法律 那这个是法院和仲裁员想听的 否则的话 你讲很多 和案件无关的 这些情绪化的表述 实际上是在浪费司法资源 所以呢 语气一定要注意 第二呢 读者至上因人而异 你要了解对方的一个文化层次 那我们讲啊 写法律件书 英文的法律件书 可以写得非常非常的高大上 用这种古的 古英语的表述表达出来 各种各样的法言法语的词汇写上去 可是你要搞清楚 你写给谁看 如果你的当事人只是一个外国的个人 或者说 并不是文化层次非常高的一个客户 或者对方当事人 你写这样的东西出去 效果如何 你要考虑 如果对方 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个人的话 还是建议啊 写的时候要注意 有一些很高大上的表述 就不建议在这个里面出现了 还是用直接明了的方式 去表述会更好 那么 在这个第三点 就是一个巧 那个巧妙的构建 那么我们知道啊 这个法律件书是写给外人看的 对吧 那写给外人看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目的的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服对方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从一些技巧性来讲 你就要把一些最充分 最有说服力的论点 至于文章的一开始 或者说最显眼的地方 一上来就给对方这个印象 哦 这个事情确实是 是如我们所讲的这个法律件书的内容啊 相反 那么我们讲任何一个案件或者争议 一定会有不利于自己的一些事实和法律 那这一部分怎么办呢 我们淡化的进行一个处理 那么这个就是技巧上的一些问题 对吧 第三 就是从文本上来讲 还是要做到一个清晰 证捷和完整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外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好 然后呢我们来看啊 无论是外部法律意见书 还是内部法律意见书 在书写的过程当中呢 它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步骤 那么掌握了这些步骤之后呢 那么可能会对你书写这些法律意见书 有一定的一个帮助 好 第一个步骤我们叫准备阶段 那准备阶段的话 你要设定你的目标 你这个法律意见书写的目的是什么 是给自己对一个案件事实 或者说一个法律问题 有一个客观的判断 还是说我要去说服法官仲裁员 第二 确定你的读者 第三 框定讨论的范围 第四 制定一个写作的计划 这是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是法律研究阶段 我们讲啊 你要提炼争议焦点 前提是你得知道适用的法律啊 否则你根本没有办法提炼出争议焦点 你连法律事实都提炼不出来 对吗 这个就是我们法律专业人士和普通人的差别了 我们法律 普通人他听了一个故事之后 可能表述的内容就是 这是个坏人 这是个好人 但是我们学法律的人不是这样的 我们马上就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 这是一个合同法律关系 还是一个侵权法律关系 我们要适用合同法 还是侵权责任法 对吗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的一个素养 那法律研究阶段 第一 你要收集和分析相关事实 第二 要分析法律法规和案例 第三 在这个基础上找出法律事实和争议焦点 第三步 组织文稿 那么你要写写作提纲了 写作提纲 反正如果是要写这个memo的话 大致的格式就是我刚才讲的七部分 然后呢 选定格式 格式我等一会会讲的啊 第四个步骤 就是来拟定一个初稿 拟定初稿的话 第一 先分析并且总结法律法规 第二 将事实与法律法规相结合 运用法律法规 再来分析事实 也就是刚才讲的 Iraq里面的一个application 这个其实是最难的一部分内容了 第三 是做出一个结论 第四 如果有必要 要进行进一步的证据的一个论证 结论 就是你有了这个结论之后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 再来交叉的论证一下你的观点 这样呢 做到一个严谨性 第五 那么我们文本都有了 就要进入一个修改编辑的过程当中了 第一 你要确保引文的一个准确性 第二 你要确保文稿的一个统一性和连贯性 比方说 所有的一个表述 前后必须是一样的 前面就agreement 后面就contract 那这个就是很不严谨的一个表述了 那必须要前后文起表述 然后呢 是保证文稿的一个完整性 那么注意的要点就是说 你的措辞要严谨 我们才讲过了 然后呢 统一术语 一些法律的术语 必须要前后文是一致的 那么甚至于有必要的话呢 要做一些定义 那这样的话呢 更严谨 然后呢 是严谨一概 第四个呢 是不必一味求心 我们也碰到过啊 一些年轻人在写法律建书的时候 很喜欢搞一些创新 加了一些图表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 怎么样的新的一些形式 我觉得挺好 但是呢 这个求心的一个前提 还是要在整个的一个框架下面来进行 那特别要看你的这个受众 对吗 如果是内部的话 其实还是以内容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考量的方面 如果是对外要增加一些说服力 比方说案件事实是非常的复杂 我如果仅用文字的话 表述起来阅读量很大 那我用一个图表 是不是表达起来就会更清晰一些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那法官一看 中藏员一看 这个图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一些创新的 第五要做一个细致的矫正 这个那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错别字啊 标点符号啊 格式啊 必须要保持 好 这个 准确性 好 这个第一部分内容我讲完了 接下去呢 我们来讲一下那个法律英语学习方面的一些建议啊 那么刚才也讲到 法律文书写作它的一个基本要求 我们先来看格式啊 格式的话如果是英文的话 一般是统一的啊 字体是用Times New Roman 然后呢不要用美数字 字号呢英文12号 相当于中文的小四号 行具呢一般与当事人的一个通信 我们单背行具 如果说适合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一个沟通的文书 我们用双背行具 因为这样看上去会更正式一些 然后呢全篇的格式 左对齐标点符号 那标点符号的话呢 很容易错的地方就是 逗号分号这些在句中的标点 一般它的齐后都要空一格的 然后呢如果说是问号句号 在句末的标点必须要空两格 好像这个经常会发生这个错误啊 所以我们讲格式的一个矫正 去修改这个非常的一个重要 好手字母缩写名称中间不能有空格 除此之外呢法言法语 如果呢你这个memo是写给你的老板看的 建议使用法言法语 这样可以秀一下你的这个英语的功力 但是如果你是写给你的一个普通当事人 外国当事人个人看的 不建议使用太多的法言法语 那法言法语我们好好的话就变掉了啦 明明是可以用简单的话去表述的 对吗 比方说上述什么什么 aforesaid 此后hearing after said 该 像said的意思就和this或者the 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正常的表述就是the或者this 到了法律文本里面就不说了 那个就太低档次了 要说said就是该什么什么什么 wherefore那么因此 好 那么我就简单地举一些例子啊 然后呢用到一些同意反复 这个也是用来让你的文本看上去更加高大上一些的 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啊 同意反复也就是我一个意思我用两个单词来表述 债务到期了 明明do可以表示债务到期了 我非要说do and payable 然后我说每一个 然后each或者every都可以表述 非要说成each and every 然后合同无效 那这三个意思都表示合同无效 但是呢就是要同意反复 这样呢就可以有一种法言法语的这个感觉 now void and of no effect 这个就是一个合同无效的一个表述 好 最后呢给送给大家一句话 however great a person's nature talent may be the art of writing cannot be learned at all at once 也就是说呢 协作法律文书它不是靠语言天赋的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它有一个千锤百连的过程 总的来讲呢第一步是模仿 第二步才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些这个检索的这些网站啊 Westlaw和Lexus这个都是收费的 大家应该知道 那如果有些途径嘛 也可以想办法去看一下里面的一些判例 还有很多免费的一些这些网站 也可以看一下findlaw啊 然后还有connell大学的一个law啊 然后barioor级 它是英国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比较综合类的法律的网站 这个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到这些网站上面 进行一些检索 好 那我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边吧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沈律师前面而专业的分享 如果您对本期课程有